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歡迎收看小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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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農業氣象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農業小鈴鐺 第一眼根本就是 週五週就受到新南風持續的影響 那麼環境水氣不多 午後山區呢 齡形的短暫的鎮雨 夏中呢高雜減弱 這麼的氣溫就會燒漲 感覺起來就不會那麼炎熱了 接下來的話 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潔氣就是小鼠 那說小鼠過一日熱三分 意思就是說小鼠過了之後 天氣一天比一天來的炎熱 那也蠻符合最近我們台灣的天氣狀況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叮鈴 第一個就是持續的高溫 容易造成這個生理障礙的發生繼續增高 那麼水泥缺棚的話會造成果肉明顯的裂開 那麼還有就是在這個蚊蛋繡皮 耗發在長時間高溫未下雨的環境底下 會危害這個果樹的表皮 那變得比較醜 影響這個商品的價值 這就是要留意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天氣方面的分析 禮拜五的時候偏南風的影響 各地來講都還是一個情道多雲 高溫炎熱的天氣狀況 只有在山區五後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到禮拜六也是類似的狀況 一樣是偏南風的影響 各地來講的話情道多雲 五後山區短暫雷震雨 禮拜天的時候呢 偏南風影響也還是持續的 那麼一樣至於情道多雲 山區五後雷震雨的天氣狀況 那麼到了下週一的時候 然後呢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稍微的減弱一點 那麼呢這個五後雷震雨的範圍 還有強度會比前幾天來講 來得再大一點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流場的分布 流場可以看到 大概都屬於偏南風到西南風 那麼下雨呢 在這個西班牧野海的清晨 有一點點短暫雨的機會 此外就是在這個五後來講的話 山區呢也有點零星的短暫雷震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四日雨區的預報 禮拜五 禮拜六到禮拜天呢 大概都是屬於這個山區局部零星五後雷震雨的分布 到下週一來說呢 剛剛提到過了 因為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有所減弱 所以說呢 五後雷震雨會變得比較明顯一點 範圍也會比較大的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野海的風浪狀況 那麼台灣附近野海來講的話 是從小浪到大浪 那麼呢這個浪高大概都是在 這個1到3公尺左右 那麼平均風大概是在4到6級 正風則是在6到9級左右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島的風浪狀況 外島來講的話呢是屬於中到大浪 那麼呢浪高大概是在1到2公尺 那麼呢平均風是5到6級 正風則是在8級左右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潮汐的預報 那麼呢在這個竹北啊 武漆將軍啊 恆春是屬於中潮 那麼呢在這個基隆啊 頭城花蓮跟成功是屬於大潮 那麼每天兩次的滿潮時間點呢 請大家參與我們背板上面的資料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外島的潮汐 外島來講的話都是屬於大潮的 一樣每天兩次的滿潮時間點 請大家參與我們背板上面的資料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溫度的預報 那麼呢在這個中部以北跟東半部來講的話 這個高溫啊還是維持在34到36度 都是蠻炎熱的 建議大家外出的話 記得一定要防曬防中暑 接下來看一下南部跟東南部地區的溫度變化 南部跟溫南部地區呢 大概屬於這個高溫還是比較高 33到35度 那一樣呢外出請記得一定要防曬防中暑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未來洲的高溫變化 北部地區呢 未來洲的高溫則是從37度降到34度左右 低溫則是在26到28度 南部地區來講的話呢 在未來洲的高溫則是在33度左右 低溫則是在29度左右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な一段時間 沒有大家看 您看看